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嫌 恩平紧江 已经进入到恩平境内了 走错车道了,进去这个沙湖镇里边拽一圈出来 顺便把点喝的渴死我了 欢迎下次欢迎 这个雪糕 现在已经进入到恩平的市区 简单介绍一下恩平 恩平是江门七个区线里边GDP最少的一个 只有200亿 是开平的一半,是新汇的四分之一 面积大概1700平方公里 人口48万 跟顺德比的话,面积是顺德的两倍 人口是顺德的八分一 GDP是顺德的二十分之一 恩平是东宇开平,台山接壤,南陵阳江,西街阳春,北连云浮 恩平是公元220年建制,是南越的千年古役,广东省建县时间最长的二十个县之一 恩平的温泉比较有名,是著名的温泉之乡 当地比较出名的人物就是中国航天之父冯儒 好,前面就是恩平市政府了 现在我来到了恩平市政府的大门口 这是我走遍中国所有县的第六站 大门不大,但是里边挺宽阔的 政府大楼,里边还是空间很大,挺宽敞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从市政府的正门口走出来,然后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江边 吹一下江风,好舒服 让我们欣赏一下一江两岸的美景 今天的风有点大,呼呼的 在市政府门口啊,这边有一个江,江风吹着特别舒服 这条江叫,我刚刚看了地图,这条江叫锦江 这广东政府挺会选址的啊,都是靠在江边选的地址 风景都特别漂亮 哇,好舒服啊,好舒服 这样看这个桥像不像一辆行驶的火车 从火车头冒出来很多浓烟,像不像 那一辆行驶的火车,从左向右行驶 然后在车头的位置冒出来浓浓的黑烟 这是恩平市博物馆 以前的市政府的所在里 从这个博物馆进去就是市政府了 我问青山何时老 青山问我 我记,是咸 我记,是咸 现在去盖油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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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再空白,这里,这吧 这里吧,好不好 好嘞 可能还不干,你要等一下 ok,好嘞 要等干一下才可以 好,好嘞 好,谢谢 我要,我要,我要把那个 广东所有的县的 这个油厨集齐 那我们恩平,你去了哪个点 恩平,你去了哪个点 恩平 恩平就来这里了 我从开平过来 恩平,因为你是 每一个,你是县集市吗 嗯 我们恩平有很多个点啊 我一个 我都去不了那么多 我一个 县 有一个就行了 只有一个就行了 对对对对 如果你每个点都去,去不了 又收集齐一枚 晚上是在这个地方吃饭 这里边的装修还蛮复古的嘛 啊,累了一天 现在准备入住酒店 一会儿还要出去跑个步 看一下这个城市的业绩 辛苦啊 这个酒店不错啊 这个推荐大家 以后来恩平的时候 可以去这个酒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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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淋浴间是在房间的中间的呀 这么刺激的 房间还不错 这里一间合适吗 这样 智能物化玻璃 一拉这边全部物化了 可以哦 对了 这间房的价格是280一万 这间房的价格是480一万 正常的价格是580一万 正常的价格是580一万 感谢观看